今天我在forum 看到有網友說 10.5個月有300MB的4支通話卡 其實他們是說這張7-11和CSL合作的 八達通儲值卡 其實這張卡要98元 他們如何計算10.5個月出來呢 就是這樣的 收費模式是一開卡就先扣58元 可以有180天4支本地流動數據 而每30天就300MB 另外還有無限的WiFi容量 因為這張卡就有八達通功能 只要你要用NFC的智能手機 即是Android的NFC手機 就可以配合八達通功能 把手機變成一張八達通 然後你這張卡本身是0元 而八達通的特質是可以付錢 最多可以付35元 首先增值50元 只要你去任何地方就買84.9的東西 這張八達通的餘額就應該是付34.9了 換句話來說 你本身拿了98元買這張卡 但是這張卡又可以付錢 所以實質你只要付63.1 而平均10.5個月 就會有300MB的本地四支流動數據 不過這張卡都比較搶手 我都找了四五間711才會有 而711除了98元之外 也會有198和48 不過只有98元這張卡 才可以做到10.5個月 如果你的手機本身是可以刷到兩張SIM卡 其實都可以買幾張儲值卡 就可以做到300MB或600MB或900MB 起碼給你上台就一定便宜了 如果喜歡今天的推介就給我一個讚 拜拜